胡椒 花椒 香叶 桂皮和山药很难过 因为它们将无缘北京冬奥会了 对呀 胡椒 山药难道还要去滑雪吗 哎呀 我是说 它们将不能出现在冬奥会的奥运菜谱中啊 因为这些食材里都有一种物质叫去甲乌药碱 而这种成分是一种食元性兴奋剂 食元性兴奋剂就是通过饮食摄取到身体里的兴奋剂 这种去甲乌药碱属于一种叫做肥塔二激动剂的兴奋剂 会让人气到扩张 心率加快 啊 那我运动之前来一碗胡辣汤是不是就相当于吃了兴奋剂动力十足 你想多了 其实一公斤胡椒里虚假乌药碱的含量还不到一毫克 作用几乎没有 而且真要让兴奋剂发挥作用 必须长期使用 虽然吃一点这些食物对提升运动成绩没有太大影响 但我们对待兴奋剂的态度就应该是 零出现 零容忍 拿干净金牌 有道德的追求人类的卓越 这才叫体育精神 可是没了胡椒花椒香叶 种菜的灵魂木有了呀 运动员们还能吃好吗 嘿 你可太小看我们的冬奥大厨了 让我们看看冬奥会运动员们都能吃到什么 我们有哭虚肉 发炉子 滑蛋虾仁 荔枝鸡票 什么糖醋 酱爆 照烧 清炒 热菜 还有多国风味 满足各种口味需要 冬奥美食没胡椒 为的是奥运健而升更高 这个冬天我们一起为奥运健而加油